台灣從1997年爆發口蹄疫以來 已經長達20幾年了 而如今農委會終於在7月份宣布 口蹄疫發針成功 將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來申請成為非疫區 最快明年5月份就能取得認證 正式從疫區除名 而在口蹄疫爆發之前 其實台灣的豬肉外銷 年產值高達百億元 也因此巴針成功這個消息 讓養豬產業非常振奮 台灣的豬肉終於有機會 再度重返國際市場 這個分析 以這個突體中心溫度 一定降到5度溪才是做大分析 這個豬蕾是昨天晚上6點屠宰的 所以一定要降到中心溫度 5度溪才達到這個標準 才可以做這個分析 一年電載量高達30萬頭 他們是國內最大的 專業豬肉生產商 拿下三成試占率 年營收30億 像我們這個豬蕾 進來首先都要抽血檢查 到沒有藥物殘留 也讓它吸油 這個244個小時 才來做屠宰 包括豬肉吹完了 也都要用83度熱水 來清洗現場 所以這樣才會 每天那個 譬如說有漏稅什麼 沒有清洗乾淨的話 那維生物才不會環底上來 從1997年到2019年 台灣對抗口蹄椅 終於走到最後一里路 2020年5月 渴望正式從疫區除名 這是一場長達 二十幾年的抗戰 那個時間等的話 中國的租貨價格 大概只有台灣的租貨價格 一半左右而已 所以就有人去走私 不管是那個時候的說法 就是說在新竹蘭寮 那附近有人走私 活的小豬進到台灣來 那疫情就是這樣傳進來的 那時候我記得非常深刻 那個口蹄一壘 那個毛豬在拍賣 100公斤到達4800 但是經過拍賣兩個禮拜以後 剩下1200 時光倒轉回1990年代 當時台灣養豬產業發達 年產值886億元 是稻米的2.3倍 高居國內農業 單向產值榜首 但1997年口蹄疫爆發後 不僅養豬投數驟減 1999年又傳入 另一種口蹄疫病毒 包括牛羊都會被感染 整體相關產業損失超過1700億 損失到什麼嚴重 譬如說印豬的車 印豬肉的車 包括塑料 包括做藥品的 我所遺跡比較好笑的 包括酒家都倒掉了 因為以前日本人 都會請客人上酒家 你看日本客人沒有來的 連酒家都倒掉了 在我們冷凍公會裡面 那時候上市公司就有五家 一年他們的營業額 都到達差不多60個億到70個億 所以我們家上市公司 全部都倒掉 疫情會一發不可收拾 就是因為當時台灣政府 缺乏相關經驗 讓病毒在短短幾個月之間 就擴散到全台各地 對於一個傳染病來講 那個時間點就是 完全沒有疫病的狀況 完全沒有抗體的狀況 那一個新的病毒 進入到一個新的環境裡面 它就是快速的擴張 所以在那一種情況之下 就是從北到南 然後再到東部的話 短短的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就遍布了整個台灣 它有可能 再由車輛的移動 有可能再由氣碎的攜帶 也有可能 藉由轟的攜帶 台灣政府也沒有處理過這個口庭疫 那一些民眾以及養豬農民 也不知道怎麼來處理 那時候政府 因為要穩定這個租價 所以這個台北的那個 北部的這個拍賣場 他們就拍賣 二、四、六 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 南部就拍賣 一、三、五 就等於 禮拜一、禮拜三到禮拜五 那這個車子經過的話 它隨風飄 這個矽進八公里 所以全部都是中標 全部都是得到這個口庭疫 真的看到那個口庭疫 真的慘不忍痛 真的 那個豬啊 沒有數掉 也不會出東西 所以豬真的是餓數掉 根據農委會 1996年11月底的統計 台灣養豬頭數高達1070萬頭 但隔年3月爆發口庭疫後 當年底養豬頭數 漲減到797萬頭 1998年又下跌到654萬頭 等於兩年之間 就減少了將近四成 而曾經高達百億的外銷產值 更是一夕蒸發 我們的豬肉產品 已經23年沒有出口了 以前生豬肉要出口的話 還要去建立土體瓶瓶的柱部 那個我們在23年前 因為口庭疫的因素都已經斷掉了 已經沒有那樣的系統 現在你如果要再回復起來的話 還要重新去建構這個土體瓶瓶的柱部 我們現在的拍賣制度是 是枕頭活的這樣拍賣的 日本那一個是屠宰完了以後 再去量測你 所謂土體瓶瓶制度 是根據豬肉的脂肪厚度或顏色等條件 評選分級後定價再進行拍賣 但台灣的拍賣市場 仍是以活體交易 單看豬的外型來溢價 以致各部位肉品價格無法規格化 我們之前外銷最主要是 把那個小鯉雞跟大鯉雞跟棉花肉 這個比較重要的 這一部位都銷到日本 因為日本人對這三部位的 價格會比較好 但是像台灣這個小鯉雞 我們就比較不是那麼重視 反而我們台灣人比較喜歡吃這個前腿肉 咖心肉 所以另外這個像豬皮的話 我們也可以外銷到菲律賓 菲律賓豬皮 他們非常喜歡出這個豬皮 他們炸一炸 這好像卡里卡里這樣出的 所以可以賣到三倍的價錢 可能朝著加工品的方向去做 那做比較符合對方國家的口味的這個方向去做 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你老實講起來 你生肉 土蹄 你要賣到日本去 你還要跟加拿大跟美國的豬肉 還要跟丹麥的豬肉去競爭那個價錢 那以前日本是完全採用台灣的豬肉 是因為那些國家那個時候時間點 都沒有進口那些國家的豬肉 但拔針成功不代表防疫就此告一段落 因為整個東亞 目前除了日本之外 其他國家都還是口提議疫區 為了台灣要如何防堵疫情再度入侵 將會是政府跟產業界共同的課題 廣告回來要繼續帶大家來看看 台灣的養豬產業 像是在屏東就有全台灣第一家 綠能養豬廠 克服了環保課題 還能將養豬廢水用來找技發電 不但讓老闆拿下神農獎 年產值更突破2億新台幣